學童帶來熱鬧的妖怪舞為這場活動揭開序幕 為了迎接暑假最後的相機 台中一家百貨就特地邀請一位醫師 同時也是樂高大使的黃彥智 到百貨公司展出79件的大型機幕創作 比如說艦隊啊什麼這些都是我小時候的一些曾經有過的夢想 那我就希望說用這種機幕的方式 除了去重現我以前的夢想之外 甚至去創造一些新的角色 所以這邊很多的戰艦 除了有的是動畫的原始設定的機型 還有一些是用我自己原創的東西去設計出來的 原本是幫兒子買玩具 沒想到卻一頭栽入機幕創作行列 時間長達8年 更被評選為全球88位樂高大使之一 這次他帶來的機幕創作分成7大主題 有動漫、鐵道、裝甲和艦隊等 還有像是小小兵和彎腰油桶等熱門話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台北101 花了他將近半年的時間創作而成 這個機幕加起來大概四、五萬顆油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細節去算 而是說我們的細節都是用很 跟你們一般外面看到那種顆粒 比較隨著基本顆粒是不一樣的感覺 它是用了很多小的機幕的顆粒 還有一些透明顏色去塑造一些玻璃 還有一些細節的地方 因為它用了很多方法去把它的機幕的面 去給它修飾掉 讓它覺得是呈現出來的 是一個比較完美光滑符合的造型 因為它的斜角是讓它的斜角帶95度 這個斜角非常的難做 最難做的就是坐在這個地方 它這裡是整個101最具代表性的一個特色的地方 它其實機幕的東西都是很小的 其實還蠻進行的這樣子 感覺就很厲害 為了滿足這些機幕迷 主辦單位在週末六日 也都會安排創作分享會和DIY體驗 希望更多人愛上積木這項移植遊戲 記者力將來中猜不到